嗯 這樣可以做直播在Windows裡面做直播 好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 IOS直播結局卡 也可以在這個Windows上面做直播的應用 IOS直播專用結局卡 在Mac上面的使用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iOS直播專用結局卡 我們等一下要介紹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行動直播 這個就是第一個就是行動直播 這是iPhone 這個是攝影機 然後呢這是行動直播包 我們可以用連接這個iOS直播專用結局卡 去做到行動直播的目的 好這是第1件事情 第2件事情我要介紹是說 這是我們的第2代的iOS直播專用結局卡 在2020年1月15號以後 本有本公司 跟我本公司買購買的話 就會出這個新版的 這新版的iOS直播結局卡 呃他的那個 就是說他可以支持這個 windows windows跟那個 macOS這樣子 只是只不過跟大家聲明一下 那就是說 在windows裡面可能只有影像沒有聲音 那在mac的筆電裡面 有影像跟有聲音是正常使用的 這是行動直播包 裡面有含 iOS專用截取卡 然後呢這是攝影機 sony的攝影機 hdi拉出來 進到包包 然後呢這還是iphone iphone的線連出來連接到包包 這個包包就是行動直播包 我們來做直播了 設定解析度 720p 臉書直播720p binray 對 最高可以選到4000 然後呢開始直播 臉書 就會出現個人 還有粉專 啊我選粉專 開始直播 啊這樣就開始直播了 好 我們來設 我們這樣錄 錄音 錄到 錄音 LUNA 這樣的畫面 攝影機的 影像傳 透過hdi連接到行動直播包 然後連接iphone截取卡 在iphone上面做直播 行動直播包拿出來的東西就是這些東西 好這是出貨的東西 出貨東西 啊iOS直播專用截取卡 請注意看哦 這是新版的iOS直播專用截取卡 上面是藍色的孔 有藍色的孔才能夠 的表示是新版的 這個新版的才可以在 Mac跟windows上面使用 還有這次出貨人會送的叫micro usb的延長 的那個充電線 還有lightning to usb3的轉換器 還有這個lightning的延長線 注意一下這條線是 不是原廠的 原廠沒有出這種線 這個是大陸的副廠的線 也沒有所謂的副廠 因為apple他本身就沒有出這條線 是有人出這種線就對了 所以 說這條線 有一些的iphone的機器能用 有一些iphone的機器不能用 好我等一下跟大家講說 如果iphone機器不能用的話怎么办 好 這條是那個 usb3 這個usb的數據線 好那首先來連接一下 好首先呢現在iphone iOS直播專用截取卡取出來 然後呢你看到這邊有個micro usb的線把它接進來 好把這個頭呢 這個是iOS直播專用截取卡的充電線 把連接到你的行動電源 好行動電源就連接到那個一般的就可以了 呃一般的就是要1安培以上的 要耳電電的1安培以上的 好然後這邊有一個usb3 這邊有個usb的洞在這邊接上去 連接到usb lightning轉usb3的轉換器接起來 好 那這個等下這個這邊要充電啊 你才會邊使用邊充電啊 所以說這條要自己準備 這個是iphone的窗面線 這是你買自己買的時候就有了 好接起來 好那時候把他接起來 把行動電源打開來 好那把這個 本來是這樣接的 這樣接的好 這樣接可是你這樣接的話 就是會會露出來 你在做行動直播這邊就露出來 就留兩條線會露出來 所以說我又準備了一條 就說送大家一條這條 就是 nightning延長線 這樣接起來 好但是這條線有個小問題就是 不是每台iphone都能用 目前我測試iphone se可以用 iphone xr可以用 iphone 6是不能用的 那我沒關係假設你可以用就先這樣用 再接起來 ok 然后呢我們現在假設就最理想狀態之下 這時候已經可以將這些東西 好像有複雜 再把這個攝影機的hdi線 拉出來 攝影機的hdi是自己準備的 不是我送的 好這把他接進來 好你看到這些東西嗎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你全部都給丟到你的包包里了 收納到你的包包里 就很簡單 就這樣子 收納到你包包里面 所以最後會露出來的就只有兩條線 一條就是 hdmi hdmi的 就是这样的就是hdmi的線 還有lightning的延長線 這樣就可以做行動直播了 行動直播就拿了這個包包 有沒有 然後這樣子拿這個背在身上 那就行動直播了 ok好那我們來看要怎麼設定 我設定 首先呢 你到底控制台 一定要看一個以太網路 你看哦我拔掉之後這個是以太網路不見了 我再插上去 你看我再插上去 有沒有 有沒有出一個以太網路 再拔掉 以太網路不見了 插上去 以太網路有了嘛對不對 所以再點進去 你要看到有個網子IP叫做172.20開頭 你有看到172.20開頭表示說是可以使用的 看到172.20開頭還有 這邊邊使用邊充電 表示說目前為止 擷取卡是設定沒有問題的 再打開APP 好最後畫面 這個畫面是來自於攝影機的畫面 我弄給大家看一下 好來你看 我用攝影機錄音 好弄大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好 錄到 輪印 輪到 輪印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直播給大家看一下 好在做臉書直播的這邊有個設定 你可以設定 這個是1080p 720p跟360p 還有手動 通常我用手動 你選720p 然後兵論你可以選到4000 好臉書直播最多可以選到4000 然後呢選擇之後再按開始直播 至於說這些怎麼設定 怎麼會爆出這些東西出來 其實簡單在這邊 管理連線 你就新增 新增直播按 按臉書 我這邊臉書已經按掉了 所以都沒有了 你如果沒有加臉書 你就一步一步按下去就有了 按完之後就跳出這些東西了 然後就可以開始直播了好比如說 我就選演出 啊就可以選 個人跟粉專 那我們不推薦社團 社團社團還是有些小問題 所以就是粉專 就是個人跟社團好選 我選擇那個 自己的社那個粉專直播啊就這樣直播了 好所以現在直播就是 那個 720p 4000 好這樣子 那行動直播怎麼行動直播 這時候就已經收納好了嗎對不對 你就把這個包包 把它背到你自己的身上 就像這樣子 好就這樣 背到你的身上 然後呢 拿著就可以做行動直播了 但是行動直播 這樣就可以行動直播了 好的 好 那我們有其他的問題說 如果這條 如果這條 這條那個lightning的這條線有問題怎麼辦 那沒關係 我們還有個方法就是說你自己要再去準備一條 比較長一點的這個 這藍色的線 我們再把它拋拋給他 大家看一下 我剛才是 就是變成說這樣直接這樣接的 這個頭就直接這樣去接 我們我先接給大家看一下就是這樣子 那直接直接嗎因為這樣不能用嘛對不對 那這樣不能用的話還是可以有他的功能啊 還是有他的功能在 就是 這條線雖然不能傳數字 可是還是可以傳電源 你可以這樣接 接進來 延長他的距離 這樣 一樣可以充電 但是 我們家還是要把這個塞到包包裡面去就對了 啊可是這條線不夠長啊 那很簡單 你去準備一條 再長一點的這條藍色的線 好我舉我舉例來講 比如說我加個延長線好了 加個延長線 好那變就夠長了吧對不對 這樣夠長 這邊說這條夠長 這兩條夠長 我把它塞到包包裡去 直裝多出一條線就對了 多出一條線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怎麼弄 這個 一樣有media 一樣可以看得到172020 一樣的道理 這邊還是會出現這個畫面 是來自於這個呢 攝影機的 好這樣子 沒有問題 好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介紹這個 沒有問題 好這就是 在iOS上面做直播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等下介紹windows的直播 好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說 如果在用 新版的這個iOS直播專用截取卡 這邊有藍藍的 這叫做新版的iOS直播專用截取卡 在這個windows上面做直播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拿這個截取卡出來 還有這條micro usb的線出來 就可以了 把這micro usb線插上去 這樣子 然后呢把這個頭插到電腦端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做直播了 好那我再將這個攝影機的線源 把它接進來 這樣子 那我們來試試看 實際看看怎麼直播 好 打開你電腦的obs OBS OBS打開來 好然後再新增這個場景 新增 視訊裝置 然後去抓 他叫做 USB2.0這個 然後可以抓1080p 好這樣子 好啊聲音的部分來抓抓看 聲音的話有跟哥講過說在windows有可能會有聲音有可能沒聲音啊 試著抓抓看 然後這邊有個叫做這個 這個叫做iCapture hdia audio這一個抓進來 這時候就有抓到聲音了 可是有時候會沒有聲音就對了 所以這是運氣運氣 來看一下 好 這樣可以做直播在windows上面做直播 好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 iOS直播結局卡 也可以在這個windows上面做直播的應用 好那我們等下介紹的是mac 筆電腦 這是mac的筆記電腦 一樣道理 這準備這iOS直播專用結局卡 上面有個藍藍的這地方 這個才是有這個才是新版本的 iOS直播專用結局卡 一樣的道理 將micro usb的線的線材插進去 然後這邊有個這個有個那個 type a的工頭嗎 那把它接到你的電腦上面 接進來 好 然後呢 就會長這樣子 就這樣子 接進來了 好 啊這時候呢 將你的這個電 你的 HDI的來源把他接進來 好我們來實際演練一下 打開你的 打開你的obs 然後呢我們來做一個 新增 視訊裝置 有看到iCapture這個 抓起來 確認 就影像 ok 好 那這時候呢你的聲音一樣 聲音要去抓 新增 音效輸入 去抓 抓誰iCapture 音效輸入 啊有沒有 有聲音嗎對不對 好 這樣就可以使用 好 這樣子就是這個 iOS直播直播專輯結局卡 在mac上面的使用 這樣子ok